日程蹲著比較容易遇到 然後就說我們兩個都蹲著 他就突然打一個屁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也就是在圖書館 夜行可能到達到晚 然後就說什麼 所以有人直接幫我們自己結席 然後再去 歡迎收看 庫比鬧大學 大家好我是尊愛戰士立存肖 大家好我是爸比 我問你 我們直接開門見山 好啊 那我邊出任務就要問什麼問題呢 你有沒有什麼讓人最尷尬的 是的 讓人最尷尬的 而且我們剛剛就蠻尷尬的 我問你 這上面你有沒有曾經遇到過 你現在在街訪我嗎 這些尷尬的事情 對 其實這些都蠻尷尬的 誤會別人跟自己打招呼 我問你 你需要講一個那個 有 我覺得我有一個東西 比這個上面的更尷尬 就是女生可能會穿襯衫嗎 那我有一次好像在跟一個 老師講話的時候 我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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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那個老師連團 就這樣 這樣子了一下 然後我想說 怎麼了嗎 然後我就看一下 原來是我的襯衫 胸口全面突然爆扣 跟我的伴過去 然後就打開了這樣 就是非常的尷尬 非常尷尬 我不知道看到人的心裡有沒有想 應該也蠻尷尬的 他說芭比你這樣很 尷尬 尷尬 那你呢 你最尷尬的是 我以前有講過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幼稚園的時候 那時候 我很想拉屎 午休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就在我對面 老師的對面是廁所 我必須要去那間廁所拉屎 結果我忍不住了 然後我就掉了兩塊出來 你超可爛耶 我就這樣子背對老師這樣 所以老師有親眼看到那兩塊掉到地板上 當然有啊 但印象中那個老師非常的正 然後非常的有愛心 他幫我撿寫那個屎 用手嗎 用衛生紙 我印象中是用手 然後他再去洗手 可是那個老師是真的很正 老師如果妳今天有看到這集的話 請跟我結婚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老師 我很謝謝你這一年幫我這麼多忙 而且也那麼漂亮 只有兩塊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問一下 台灣大學同學們 大家有沒有什麼最尷尬的事情 最尷尬的時刻 沒錯 OK好那我們就 問一下喔 這個板子上面覺得哪一個最尷尬 感覺是太宅 就是妳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妳就一直跟妳講 那像是吃那種什麼 酸辣粉 麻辣燙那種東西 然後又有辣椒的那種炸炸 豆腐 那個豆腐 那是豆腐 那是豆腐吧 那妳自己本身有上面哪種經驗過嗎 我有上 我沒有上 可是因為安親那種 是不是就是那種 紅色小型 所以就長了一面 然後我就直接打開那個門上 上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以為就是 不同的人 然後結果我朋友也上了那一趟車 然後他就說 妳怎麼在這裡 然後他就說 我們根本是不同補習班 不同補習班還好 至少他做到的都是在學生的 你不是上去了之後 就被人家綁架開口了 對啊 那個比較尷尬 最尷尬喔 其實這個比較尷尬 那個是我朋友 是 沒事 我們都相信 真的嗎 我們都相信 OK 日程說真的比較容易放棄 然後就是說 我們兩個都分棄 他就突然說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我剛才也會蠻熟的 然後 偏硬這種事 尷尬 那這個你應該會有經驗吧 對 這應該大部分人都有經驗吧 那是什麼結尾 就之前自己說 我認錯了 然後就這樣 不是那種 然後你會講出來說 喔我認錯了這樣 對 我會拿這個表演 然後就這樣 過小一個超級暗戀的 就是從小三個暗戀的 還有小朋友 然後就覺得 現在圖書館 跟一些小朋友 然後就說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那個 最初戀的男生 就直接這樣 我面前到 內褲的大瀑窗 然後我當下就行 所以跟你們同事在玩什麼 他們就是不小心 可是就是可能 因為那些褲長比較長 那些很長一點 就扯到 寄到現在 而且到現在 然後 寄三角 那個會很難過 這會很難過 因為就是太喜歡他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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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說一句話 寧願相信 寧願有處女 不願相信她有的愛情 今天家具分享給大家 所以 沒有愛情 其實就發生在港港 所以就是這個 真的嗎 所以我立刻去內褲買了 新的購物 他的解決方案 是立馬直接去買一件褲子 因為我以為會像 可能跟朋友借一個外套 的藉口 綁一下 主要是今天今天 就是我騎腳踏車前 然後去考一個小考 然後 就是整個車都這樣 然後我就 但我呢 我就跳起來 所以我沒事 妳的畫面是 妳騎到一半的時候 車先出去人這樣 對…沒錯… 我就跳起來 今天我覺得妳這不尷尬 我會覺得妳超神耶 我還在旁邊拍手耶 剛剛那個車就是飛到很遠 我一次去六福村的那個 鬼屋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嚇我同學 然後我就躲在一個東西後面 然後我就嚇一個人 嚇她的時候才發現 她是擠花人 然後 突然發現我同學在後面 然後就超級尷尬 然後就超級尷尬 超級尷尬 哈哈哈哈 然後上課 因為上課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 賣掉 然後 就有一個 有一個貼圖 然後那個貼紙是 有聲音的 然後就是一個 叮叮叮 單的聲音 然後我忘記關鍵 然後那個 聲音鍵 然後它就直接 很大聲音彈出來 然後上面 然後四個人 真的還在報告什麼 而且我一開始就 到那個 你自己有很尷尬嗎 但我覺得我 很尷尬 尷尬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就是 想要跟一個女生 告白 但是 她就是很直 然後不知道怎麼告白 然後她就被 中正紀念堂 大叫 說 拍她那個女生 然後拍那個影片給她 但是 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她做了告白 很奇怪 超尷尬 所以我發現 你那個朋友跟她 是同體質的 你們就是屬於那種 那我不會做這種事 沒有你不會做這種事 我是說你們就是屬於那種 很用心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結果女生都沒有領域 然後 我也蠻想在誤會這樣 在尷尬 因為就是 會這樣過來 她手就舉起來 然後就覺得好像沒有別人 然後就 那人家如果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舉起來 然後發現她 從你身邊擦肩了過的時候 我就這樣 我是 我是如果今天 我要跟她打招呼 她她沒有回我 不會這樣 不會 最尷尬的選三個的話 太假 打招呼 打招呼 我是這個意思 你剛剛有講 好平的耶 打太招 這個這個 不會 不會 這個非常好 可是我覺得 你偏內向 對我比較不會 就算她跟我打招呼 我是不是很會看女生 好像變態啊 不是 這像分析好嗎 這個我覺得蠻尷尬的 鼻毛外肉 是 男生比較注意 鼻毛外肉 就是看到 但是出來是哪個 這個 也會注意到 因為這兩個都沒有 這個很難 我覺得後面三個 再加上屁跟 木櫃 這個我有過 這個我也有過 打招呼 但是這兩個都怎樣 這個跟 這個嗎 鼻毛外肉 嗯 這個 我看的話是覺得蠻尷尬的 等不住放個屁 都有經驗過嘛 有看過別人外肉 或是你鼻毛 你自己有鼻毛外肉嗎 我是有 在電梯裡面放過屁 但我都會假裝裝死 然後 這個 放屁嗎 對 是 你鼻毛 打招呼 打招呼 那你突然想說 你會怎麼講 至少要講招呼 對 我有一次 我也很想放屁 你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放嗎 我在跳舞的時候放屁 你沒有那麼誇張 你不是這樣子 你不是這樣子 想要拆招 你有檢查嗎 要眼神 他會別檢查 他眼神太尷尬了吧 你看喔 我跟你講話的時候 然後我眼神一直打 不是不是 那你那時候是 你那時候是怎麼操作的 就是看著他 然後 可以啊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 眼睛笨大一點 然後他就覺得那裡怪怪的 然後他就叫他轉眼睛 有可能 我想說你單純眼睛 燈大到來看著他 然後上下來回看著牙齒 然後他一定會覺得 你有什麼毛病 是你有問題 不是我有問題 你們熱舞車出去比賽啊 或是有沒有發生過 什麼尷尬的事情 我現在要 然後 我們要偵權 然後我們要偵權 這也是個尷尬的事情 我叫Uber 因為我那時候趕時間 我就看到有一台車停在我家門口 結果沒有想太多 我就直接上去 然後你沒有看車 然後打開的時候 有一個英文的作品 然後我以為那個 他就是很辛苦 然後就帶著他的小孩 然後是很幸福 然後我就傻了 但是車上沒有 我就想說 他應該是上後 然後下車 但是後面還要去 然後重點是那個 真的那個 他也有看到那個 然後就跟我說 那顆星光星 你要走 OK 是啊 我們今天想一下 聽到蠻多故事的耶 蠻好笑的 但是我覺得主要 真的有人還是有講 這句話已經有傳很久了 反正你自己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 真的 真的 尷尬冠軍 大部分人都有選 對 其實像卡菜家 忍不住範圍有生氣 忍不住範圍有生氣 不愧別人在跟自己打招 我覺得這次就像一個成久 人生一定要做到這 就是一定要做過這三個人 才叫人生 你說他才是算正常人嗎 對啊 不然你都沒有做過 就是你真是怪他 那我覺得蠻訝異的是其實 很多人都說有 上錯別人測的習慣 而且不是只有一兩個 是每一個人幾乎都有講他們 上錯的時候 我覺得超好笑的耶 有點不好意思 但蠻好笑的 反正我覺得還有很多尷尬的事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可以訂閱我們 然後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也幫他按個讚 多一點讚 我們有一個演算法 就把它算上去 我們就是進入推薦 好嗎 希望我們哪一天可以想發燒 我們來發燒一下 我很想發燒 發燒 三十九 一百零五度 一百零五度 然後大家如果有任何疑問 或是任何資訊 都可以觀看我們 最終我們鬧大IG 詳細資訊都在那邊 然後我們鬧大搞定 也有一個LINE的社群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加入 然後加入有更多優惠 然後還可以跟我們實驗 對吧 好 喜歡我喜歡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IG Youtube Twikt 還有Twitch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你以為你這樣可以讓我尷尬嗎 並不 哈 結束 我要走了 再見